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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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先開個頭 看看你們有問題我們再問這樣子 第一個我覺得我們需要領受托付 這個初信造就父母篇 尼利松就講說 這個主把小孩子托給我們 那我們不能夠跟主講說 你給我三個我給我兩個 我們有一天是要交上的 所以主是把這個人的靈魂 人的生命 還有這個人的前途 都交在我們的手裡 所以呢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就需要從主領受這個托付 然後呢 那這個是貼錢圖章23節 他說且願你們的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 全然聖給你們 又願你們的禮羽和平生子 得盟保守 所以我們在照顧孩子 我們是要照顧他的 我們是要照顧他的 我們在照顧孩子是要照顧他的 那通常這個 看這個孩子 一出來 我們第一個 抓住我們的眼睛的 大概就是他身體的需要 他要喝奶 要換藥物 他需要運動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慢慢的長大 我們可能會想說 他需要學這個 他需要教那個 但是我們忽略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需要在他的靈裡面 來慕容他 那這個就是我這個老大的失敗 所以我老二我就不重蹈覆轍 所以老二我要這個 生老二之前 我要準備懷老二之前呢 我是跟我弟兄兩個人跪下來禱告 我說主啊 這個 你覺不覺得我需要再有一個孩子 然後這樣禱告完之後 很快就懷孕了 他感覺就是 好像是主答應了我們的禱告 然後所以這個 在懷孕的過程裡面 我就操練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操練 剛剛弟兄所交通的操練順服 那你知道剛結婚要操練順服 弟兄很難 所以是咬著牙順服 吵架完之後 他說我們禱告 我就阿門 真的很難 但是就是操練順服 那第二個呢 我操練什麼 我操練生嚴 就是每一場的聚會呢 我都求主 讓我在那個聚會的裡面 能夠這個 有一種豐富的摸著 並且能夠把它說出來 那我覺得 當我在懷老二的時候 這個過程這樣操練 第一個從這個禱告起頭 那第二個在過程中呢 操練順服 然後操練生嚴 那個孩子出來真的不一樣 我那個老大早產 然後又很難帶 然後一歲三個月又得了川崎失症 而且得了兩次 所以他引發他全身血管發炎 之後感覺疼頭失調 我這個前面這個沒有操練 後面我要用二十年的時間去贖 去贖回 去陪伴 把他整個人情形把他轉過來 一直到他這個大學畢業之後 我才感覺到他有一點點可以讓我放心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照顧孩子 我們是要照顧他的靈魂體 那我們就需要在他的靈裡面有傳輸有操練 首先就是我們這個人要有操練 然後再看下一位 所以你看 這個是有一本那個屬靈書報叫做在家聚會 在家聚會呢 這個李弟兄他這樣講話 他說要建立正確剛強的家庭 首先需要顧到餵養 其次需要顧到嬌 那做妻子的若不在吃和教育這兩件事上 做正確的顧到子女 你就不能夠期望這個家庭教育 所以我們想到這個親手媽媽們有沒有做飯 有 這個在家聚會 李弟兄建議你們去看這個其中有 其中的那個第六章 他就講到說 子女你要花一個小時做早餐 你要花應該是一個小時 然後你午餐也要花一個小時 晚餐可能要花一個小時預備 所以你要花時間在預備孩子的吃上面 那為什麼說需要花時間在孩子 預備孩子的吃上面 因為從現在很多研究的話 到底是吃得非常影響孩子 如果他的吃不正確 那這個孩子長出來的情況也不正確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建議孩子吃那些垃圾食物 那些快速食物 所以我們在帶孩子的時候 我們就要帶他的靈魂體 你在孩子最小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顧到他的體 他的體你是顧到什麼 就是顧到他的吃 他的睡眠和他的運動 我在那個俄國的時候 這個俄國的老師就教我們說 孩子每天早上要散步一次 然後晚上要散步一次 所以他們那個兩歲就可以上幼兒園 就包了尿布 那你看那個冰片雪地都是雪 那他們怎麼樣 他們早上去外面 那個一堆那個小螺波桶在外面玩雪 到了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又再放風一次這樣子 所以其實孩子他們非常需要運動 需要休息 需要正確的吃 那所以我們做這個新手媽媽 我們也要顧到孩子的吃 然後顧到他的休息和他的運動 這個有些媽媽就說 我的孩子不睡午覺 這個可是他們真的是需要睡覺 他們睡不睡午覺 所以像我老大那個時候 他都不睡午覺 但是我就是拼了命一定要他睡午覺 因為我知道他只要一睡午覺 我後面就可以換來幸福的日子 他如果不睡午覺 我後面就會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就推著推車了 就推著他 然後就在那邊走來走去說 主啊 你如何使雅當沉睡 秋天的喜相前去沉睡 你懂嗎 這段過程中你要聯羽煮 然後慢慢的孩子 孩子就會被你倒向那個正軌 然後他越來越大 他睡午覺不能夠無限制的睡 因為我自己後來等到他上了小學 就我去觀察 然後我去統計 我發現孩子他不能夠睡超過40分鐘 所以我前面有10分鐘 就是陪他講故事 我那時候在台中 台中天氣很熱的 所以通常中午我就把他抓到浴室 然後涼盆水給他沖一下 然後換一套三斤的衣服 然後之後帶到房間裡面然後講故事 然後講完故事就叫他眼睛閉起來 我就在旁邊這樣看著他眼睛閉起來這樣 盯著他看 然後看著他 他把眼睛閉起來很快就會睡著 然後睡著之後我就按計時器 20分鐘 因為前面已經這樣子大概花掉差不多10幾分鐘 然後他睡著的時候按20分鐘 20分鐘之後就開始吵他 起床囉 起床囉 就開始吵他 那你知道那孩子正睡得很舒服的時候 被你吵起來他一定體系很不好嗎 然後就哎呀 趕快起來啦 然後預備一個點心在那邊等著他 然後他就起來就可以吃點心 那你就發現當孩子有那麼短暫的睡眠的時候 你後面你要去看望 你要去聚會 或者是你要去各樣的侍奉的時候 他腦袋才會清除 才會配合你 所以孩子真的是需要休息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張 再下一張 然後我早上有講到說我每一天的操練 那我每一天的操練是這樣 我在早上上學的時候 我就給他們講這個造就故事 那書房出的那個造就故事現在是上中下 那以前是一本就合定在一起 那我就把它編上日期 然後就一邊講三個 那有時候時間來不及就講一個 那孩子他們都會非常喜歡聽 特別你從幼兒直接讀內容 直接讀內容 那是他覺靈的時候 那幼兒的時候我就不是這樣做 幼兒的話我就是用那個繪本 那繪本的話這個 譬如說同樣這一本書打開來 講完之後我會抓著他的手指頭 去指這一頁其中的一個字 譬如說人 所以這本書我不教別的 我就教人 所以講完那一本書 我覺得每翻一頁我就問他說人在哪裡 然後他就會指那個人給我看 所以等於說你講完那本書的時候 他就會認得一個字叫做人 所以你在陪他的那個過程裡面 你也有一些這個教導就進去了 然後早上還有一個媽媽說 他炒菜的時候孩子會一直來媽媽 媽媽講故事講故事 我們在生活裡面會遇到很多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孩子他只求一個東西 就是他只求你顧到他 那他一直要抓你的注意力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火關小 因為火關小其實不會那麼快燒焦 為什麼關起來沒關係 然後我就在這個廚房旁邊放一個小椅子 孩子來炒的時候 我說媽媽講故事講故事 然後我說好 你去拿一本 然後去拿一本過來之後 然後我就說我就把火關掉 然後我就叫他坐在那個椅子上面 然後我就拿著那個故事說好 媽媽講到這裡我就講一遍 然後你要看到這裡 然後就給他一個功課這樣子 那通常這個時候 孩子的心情就被安撫下來 那通常為什麼孩子會一直來炒你 就是說他需要了你沒有滿足他 他沒有被安撫 所以他就一直炒你 你就會說 哎呀 這邊很危險 你走開啦 甚至有些媽媽他們弄了一個柵欄圍 圍在那個廚房 然後這個孩子就不能夠進入那個空間 那我自己的做法跟人家不太一樣 我是沒有用這個炸籃 那我是在很小的時候 我是讓他參與我的這個廚房的工作 就旁邊 我甚至把那個硬的床推進去 然後給他這個一個鍋子 然後裡面放了什麼鍋蓋啦 燒啦這樣 然後就輕仔輕仔這樣 然後他就玩得很愉快 那有時候我是把餐椅拿進去 然後他就坐在那個餐椅上面 然後我給他這個濕的塑膠袋 那你知道那個濕的塑膠袋呢 會有這樣刷刷刷的聲音這樣 那孩子就會玩得很開心 所以孩子就不會覺得說 你在做法的時候他整個人被等落 然後他就要做出一些事情來吸引你的注意 或者來讓你沒有辦法繼續 那你每一天都在這種的交戰裡面這樣 那然後我再回過回來講 所以這個我們在陪伴他的時候 他幼兒的時候 真的你一直要顧到滿足到他的需要 但是不是沒有止境的滿足他 是有條件式的滿足他 就是說我講到這邊 然後你塗到這邊 然後我菜炒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再講到這邊 這樣子孩子他就有個期待 有個等待 那我就早上我就講這個造就故事 然後這個睡覺前呢 睡覺前我就講新約故事 所以我們那時候晚上常常呢 第一句話就是說法利塞人又來了 所以孩子就很期待這個法利塞人又來了 這樣子 就成為這個我們跟孩子之間非常一個親密的一個時間 這樣子 然後晚上就可以有一些的禱告這樣 那就藉著這個晚上的故事啊 你就可以去把他裡頭的心情故事把它講出來 然後就陪伴他對主有一些的經歷 譬如說我在俄國的時候 我孩子呢 就晚上我們講故事 講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啊哈 我有個同學齁 在班上都欺負我 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 每次我走過去交作業 他就把這個手肘要伸過來這樣捶我 這樣子 然後這個我聽一聽之後 我就說 聽一聽他的描述之後 我說好 那你明天去學校呢 你就把那個同學邀到家裡來 結果他把那個同學邀到家裡來呢 我就準備一個很豐盛的這個餐點 這個請他的這個同學 然後請完之後呢 我再送他一個玩具這樣子 然後從此以後呢 這個孩子就不會欺負我孩子 那我就跟我的孩子講說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子表示嗎 我說因為俄國都生一個 那他們都不曉得他跟人子的互動 所以呢 他們是想要跟你做朋友 那今天呢 媽媽就幫你這個忙 然後就讓你跟他可以做朋友 那果然沒有錯 那個孩子從此以後就說 這個Zianna是他最好的朋友這樣 然後他在學校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對 然後這個 週中呢就開兒童牌 那個兒童牌呢 這個 因為我自己是在1995年 才聽到這個兒童牌的東西 那我自己是在1979年 198 1979年受盡的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1979年就我18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受盡的時候 我們服侍兒童 我想有一些兒童班的 或是你稍微長一點就知道 那時候兒童班就是大家都排排座 然後唱詩歌 然後誰祷告很好就貼蘋果 然後那像那種挑逼的孩子就沒有份 但是那個時候兒童牌呢 我聽到一個姊妹 她就講了一個見證 她說這個兒童牌呢 她們剛開始開兒童牌 然後兒童牌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流通神聖的愛 第二個就是照耀神聖的光 第三個就是生計指牌 然後這個兒童牌呢 她也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服侍人呢 我們是從會轉向人 是以人為中心 然後她是從外面轉到裡面 去顧到人裡面的故事 而不是去顧到外面 那第三個呢 她是從律法轉向生命 那那個時候我就聽到一個見證 那個姊妹說她剛開始開兒童牌的時候 那個孩子一來就開始罵人 誰最討厭啊 誰最壞啊 一直罵這樣子 然後這個胎牌的姊妹呢 她就抓住這個原則 就是以人為中心 不是以會為中心 所以她就把那個 她就說好 那今天我們的兒童牌呢 我們就來講一講最討厭的人 結果每一個姊妹 每一個這個孩子就開始講 最討厭我哥啊 我最討厭我爸啊 我最討厭我媽啊 我最討厭老師啊 每個都講 然後連服侍者也有最討厭的人 那講完之後呢 她就說 那我們就來為那個最討厭的人祷告 因為這個福音書講到呢 要愛你的仇敵 要愛過你的祷告 那你看你是把孩子裡面的故事 裡面的心情都說出來 並且你又把它引導轉向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開始操練 操練這個帶這個兒童牌的 那為了我的孩子開兒童牌 那這個開兒童牌的時候呢 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 享受到這個開兒童牌 對我的調整 因為我覺得我們好像 會那種老陸式的這個兒童聚會 但是不會這種辛苦的兒童牌 所以那個真的要需要轉我們的觀念 就要抓住這個三個原則 就是過程我們一定要流通神聖的愛 就一來的時候我們就要關心每一位 你今天好嗎 你沒有需要阿姨為你代表的 那你學校發生什麼事啊 把他們裡面的情形把它講出來 然後再來呢 就是你要把你的這個故事講進去 那我怎麼做 就是我那個 我從我老大一年級的時候做 那我現在就不講我老大這個部分 我講我老三這個部分 因為你們孩子都比較小 那我老三我是幼兒的時候開 那幼兒的時候開 這個你知道幼兒常常會尖叫 然後尖叫 然後這個遇到什麼事情他就尖叫 那我們就為了這個事情 那天的兒童牌 我們就要講一個輕聲細語 那我就講說怎麼讓孩子能夠 在輕聲細語上面能夠經歷主 所以我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想了一個禮拜之後 這個 那我覺得主也給我一點的智慧這樣子 我就畫了兩個東西 我一張卡片寫了神 然後用兵方棍貼起來 然後另外一張卡片我畫了吸血鬼 然後貼起來 然後我就製作了很多這些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去會那天 當然我就帶了孩子唱詩歌 祷告 然後完了之後 我就跟一個媽媽 我們兩個人就她佩服 我說來我現在在講電話 然後你就扯我的電話 然後你就尖叫 然後我就問小孩子 你們這樣子是養神還是養魔鬼 她每個人都發給她一個神 一個魔鬼這樣 那小孩子就養魔鬼 魔鬼級的很高這樣 然後等一下又很多什麼事情 很多什麼鬼道 就那個媽媽就模擬這個情形 然後就讓孩子看 然後我就說 那這個是養神還是養魔鬼 那小孩子就養魔鬼 這樣 我就說那怎麼要養神呢 好我們就表演那個養神的樣子 然後誒 好說好 那今天的回家功課呢 就是每一個孩子呢 你都回去 把裡面的主耶穌養大 結果你知道 好那個見證真的是很激勵人 那個孩子呢 他就 我們大概四五個孩子 然後那個孩子 第一天 那個晚上就跟媽媽講 好嗎 我今天呢 有小小聲講話 我的主耶穌又長大一點 那我們是不是在過程中 陪伴我們的孩子 孩子在屬林上面有長進 對不對 好 那我就不講兒子牌這個部分 那這個兒紅牌 所以我就在周間呢 我就為了孩子我就開牌 那整個 其實後來我們在台北發現呢 這個幼兒的牌 比任何一個牌都容易做 像我弟兄講 昨天講了 早上講那個見證 那個姊妹呢 孩子不會講話 然後開車 孩子坐在後面的安全座位上面 其實孩子是這樣 所以他禱告是這樣子 他說主位 主位 因為他主耶穌不會講 他只會講主 停車位不會講 他只會講位 所以喔主位 喔主位 原來是媽媽在開車找停車位 然後那個孩子就在後面 為了媽媽找停車位禱告 結果很快的就找到停車位 然後我覺得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就陪著孩子 這一同有屬林的經歷 那這是週間我就開兒童牌 然後到了主日呢 因為我那個 那個時候我老大呢 沒有辦法參加主日兒童聚會 因為他很多的狀況 他會去推人家的椅子 他會躺在地上 然後他會這個跑來跑去 我想在座生兒子的 都會知道這個非常的痛苦 男生很多的表現 會讓你很狂狂 那那個時候我的老大就是這種情形 所以他沒有辦法在主日的那個 兒童聚會 所以我就把他帶在我的旁邊 但是我就在想說 如果這個聚會是我的聚會 他對他而言呢 很痛苦的 他要在那邊坐一個多小時 那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就陪伴他 因為每天有講故事 然後週間也有開牌 所以我到禮拜六 我就陪他寫身影稿 那我陪他寫身影稿呢 我是用採訪的這樣 我就說 欸 你那天不是跟弟弟吵架嗎 然後媽媽又講什麼故事啊 所以你就跟弟弟和好啦 我說你要不要寫這樣子 星期幾我跟弟弟吵架 然後兒童牌媽媽講什麼 然後我就跟弟弟和好認罪了 這樣子 然後這個 幫他這個 仿目完之後還幫他寫 寫好之後還要唸給他修改 然後唸給他修改之後 這個才拿給他去操這樣子 所以他就不會覺得說這個身影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然後這個 因為他喜歡畫畫 所以他就會在那個 我就預備一個本子 這個下面是格子 上面是空白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畫畫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有一本 這樣的操練人 後來因為聖徒接去看了 都不想要搬家搬太多次 結果都不見了 那我是覺得在過程中 我就把孩子帶到這樣主日的參與裡面 那我就跟孩子講 我說那個主日聚會 這個我禱告完就哥哥禱告 然後哥哥禱告完就弟弟禱告 那弟弟禱告完就媽媽禱告這樣 然後我們禱告兩圈 那個主日聚會就起來了 因為你知道我們全世界姊妹 常常就是被弟兄放在一個區 然後那個弟兄又跑得遠遠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堅強起來 所以孩子就要成為我最好的同伴 那這個 然後我就跟孩子講好 說主日唱完詩歌之後 那你們兩個人就第一個站起來分享 那你們兩個一分享完之後 你們就可以到後面去玩 因為那個時候孩子沒辦法參與兒童聚會 結果這樣的詩行之後 那個孩子完全被肯定 因為他一進到主日聚會 他跟著我唱詩歌 那他又禱告 你知道主日聚會有一個小孩 會在那邊敬拜父 在那邊讚美祖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聲音真是甜美 然後完了之後他還起來聖嚴 我們從前面的郭敏聚會完 要進入聖嚴聚會的時候 其實中間都有一段 這個他們叫做很為難的30秒 然後這個孩子就把這個30秒 這個空缺把他補上去 他就記得這樣子 你又操練他的靈 然後他又得著肯定 然後他每次一聖嚴完之後 全部的聖徒都給他補上 那你知道所以這個 他的照會生活是連於積極的 那已過他進到這個兒童聚會 他是連於消極的 你就給他一個暗示出說 你不適合過照會生活 你不適合來主日 因為你來這邊護官很調皮 那其實這個不是我們的用意 我們是要全家一同來過節 全家一同來敬拜 全家一同到主面前 所以我們在陪伴他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那些的消極要轉成積極 那所以孩子就記得這樣子 慢慢他就得著肯定 所以你看到現在他可以去服侍人 以前他是不能夠進到機會 他現在可以去服侍人 好 然後再來就講到這個 因為我們有靈魂體三個部分 所以我們就要這個教育他的魂 那魂裡面有什麼 我裡面有情感 有心思 有意志 所以孩子他最需要訓練的 就是你要訓練他做選擇 這個因為我們常會替孩子做選擇 就是說你就聽我的就好了 你就少廢話 但是我們需要訓練他們 要這個會做選擇 所以這個我自己在帶孩子的過程裡面 我是很多的計時器 這個廚房有計時器 客廳有計時器 房間有計時器這樣 譬如說他們在玩樂高 然後他們我就會說 好 再玩這個 再玩三分鐘 然後他們就說不要五分鐘 然後我說不行 那就兩分半 然後他就說不要五分鐘 我說好 那就兩分 然後 好啦 好啦 三分 然後就三分 我說三分鐘後我們就要出門 那所以你這個就給孩子 有一點點這個預備的機會 預備的時間 通常我們都不是 我們就說快點 我們要走了 立刻走 然後拖了就走 那其實這個會在孩子裡面 造成很不平 裡頭會非常憤怒 所以我是有很多很多的計時器 所以像我今天早上分享說 譬如說我們去小排 我就會在前幾天就跟他講說 明天我們要去這個是 這個鳳蓮阿姨家 那鳳蓮阿姨呢 她最討厭人家跳沙發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去她家就不能跳沙發 所以我就會先把這個情境告訴孩子 然後要去鳳蓮阿姨家 之前我就會打電話 我說 鳳蓮 我們孩子要去你家 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那你呢 你怎麼幫我忙呢 就是我們按你門鈴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到門口來迎接我的孩子 表示你很歡迎他 因為以前他是被拒絕的人物 現在我要把他轉過來的 我說你到門口來歡迎他 那通常聖徒都會佩服 他到門口來歡迎他之後 說那你再牽著他的手進去 介紹一下你家 這個就表示說這個是你的規定 不是我的規定 你要告訴他說你家呢 這個鋼琴不能去摸 他沙發不要去跳 那姐姐房間的門不能進去 那你只能夠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如果你在這個範圍呢 你可以吃水果 你可以吃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這個範圍這樣 那這個是阿姨跟他講的情形 然後我自己是在早上我有講 我就跟他預備說 你要預備這個畫畫 他就來吃五分鐘 因為機器人就二十分鐘 把這個情境都把它放進去 那但是他會不會出錯 他一定出錯 他不可能說你跟他講好 他就會照你的畫 譬如我今天早上講說 問他說那那個小孩對我很重要 對你很無聊 大人的小孩 小孩子要待這個時鐘要轉兩圈 那你怎麼辦 他說我畫畫 我說畫畫這樣就沒了 十五分鐘 準備畫畫的東西 然後玩的時候他說我玩機器人 我說玩機器人很好 可是誰也會來 然後多帶一個給他 他說多帶一個給他 我說他會搶你手上的 那他搶我就讓給他 然後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談好 預備好 你引導他進到這樣的情境裡面 你給他一個心理預備 那他到時候會出錯 他一定會出錯 因為他是孩子 他不是機器人 他也不是這個大人 他一定出錯 那出錯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就要教育他的魂 譬如說那個 我想說他帶了機器人 結果果吉蘭另外一個孩子來了 要搶他受傷的機器人 那怎麼辦 那他說要讓他 可是他現在不讓他 那怎麼辦 我就把他帶到旁邊去 我說媽媽昨天跟你講好了 如果你讓給他 你昨天很難應 我說你要讓他的 那你看 那這樣子以後他如果帶機器人 那他也會讓你玩 對不對 你在那個過程中 你就開始要教他 然後他如果還是很歡的話 我說好那媽媽現在給你兩個選擇 一個呢 是要你要乖乖進去 聽從我們昨天的這個約定 還是你要在這邊被我修理 那通常孩子就會說 我要照著我們昨天的約定 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再肯定他說 你真是一個太棒的孩子 因為你照這樣的約定呢 你等一下結束之後 會有這個獎勵 可能是一個曼佛珠 可能是一個什麼軟糖這樣子 他就有得著獎勵 那所以在過程中 你就要一直去訓練他 要在那個過程中 一定要做一個正確的決定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後面我就不講了 因為講到這個訓練題 因為我孩子有感動失調嘛 所以他要做很多的運動啊 做很多的治療 所以我是有 每一天是有一個鐘頭 給他做很多的訓練和治療 那大概 我大概就分享到這邊 就是 我們是要帶孩子的靈魂 那我們需要在過程中 把他們引導向轉向神 因為有一些的媽媽 她是這樣 她是用偷跑的 就是說我把孩子放著 然後我就趕快趁他乖的時候 趕快偷跑 那我個人是比較不主張這樣子 我自己在帶孩子這個過程 我是告訴孩子說媽媽去哪裡 媽媽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我在很小的時候 一定教他們看時鐘 我就說你看長針這樣子轉到這邊 然後媽媽一定會來看 就是你要給孩子 你不能夠給孩子一種好像遙遙無奇 然後我不知道你去哪裡 我好像被你丟下那種感覺 那當下他一定會哭 可是服侍他人就可以跟他講說 你看媽媽到這邊的時候就會來接你 就是你告訴他 常常針到這邊或短短針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來接你 那他就會天天去一直去看那個 隔一會就去看一下那個時鐘 隔一會就去看一下那個時鐘 我的做法是這樣的 就是我一定把事實跟他講 告訴他我去哪裡 然後去做什麼 然後我什麼時候來接你 他當下會難過 但是他會知道 然後他會等待 那你就要這樣子訓練 那我自己老三 因為我前面老大不會在 所以老大又很 真的很痛苦這樣子 那後來又改種失調 就有很多的訓練 那我老二剛講了他這個 我就從這個懷孕到懷他之前就禱告 所以我那個老二我就享受到這個禱告 還有在過程操練的那個 那個鼓勵的享受那個結果 所以他在那個嬰幼兒期 從滿月我就分 就把他放到隔壁的房間 那個老二 然後那個我放到 我就 我跟老大還有跟弟兄睡一間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就放到隔壁房間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就把他放進去 我說乾隆睡覺囉 也不管他有沒有睡著 反正時間那樣就放進去 結果他就左翻翻 右翻翻就睡著了 就真的是一個非常順服的孩子 然後那個靈裡面也是很敏銳 他從那個幼兒啊 這個很會禱告 然後到了國中啊高中啊 我要全世界啊 我要開展 我要殉道這樣 然後回來這樣躺在地上 我要開展 我要殉道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開展 你要殉道 先去洗碗 結果他媽媽你好厲害 你好厲害 那時候這麼火熱的時候 我說不會洗碗怎麼可能殉道 然後就乖乖去洗碗 就幫他從天上拉到地上這樣 然後到了老三 因為我想生女兒嘛 結果又生了兒子 所以等於我又過了一個關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我就到主面前 我就說主啊 也不是不愛你 也不是不釋奉 然後這個也不是我要的 那兩個哥哥就看到這個俄國小女孩 真是超級可愛這樣子 就想要一個妹妹 我說這小孩子心裡怎麼也不紀念這樣子 我就跟主有很大的抱怨了 結果主就說那天禱告完之後呢 主就給我一句話 我就說給你男孩子還要不要不是我 我就覺得很難過 我就說給我男孩子 我還是要不是你這樣 後來我就這個感覺我就放下 可是我放下之後呢 哥哥不會放下啊 孩子還沒有出來他們還有期待 結果我進醫院生產的時候 接到電話聽說是弟弟 跟著就摔電話 然後一抱回家呢 這個哥哥非常生氣 你知道那個嬰兒都沒有脖子嗎 我們哥哥拿那個拖浪子 鋸他脖子 可惡啊 鋸他脖子 然後這個脖子後面還有一個巴巴 還有一個山口在那裡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你就開始進到一個環境的裡面 你要怎麼樣又顧到小的又顧到大的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然後我那個老三老一滿月 因為他是8月20號生的 然後9月20號的那個晚上呢 清晨921台中大地震 所以他們一滿月呢 他就是在外面這個逃難這樣子 所以他就受到很大的驚嚇 然後那個時候我剛滿月呢 然後服飾又很重 因為海外就開始來震災啊 傳福音啊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背著他 又要做飯啊 又要開車啊這樣 然後早上這樣一直忙忙忙 到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他就固定1點10分就起來哭 那那個時候呢 我覺得我也是咬著牙 這個撐過來 那因為弟兄很累 我不敢不敢查他 然後1點10分一起來哭的時候 我就把他抱起來 就喔感謝主 那我就把那個時間呢 當作我親近主的時間 那我就操練一個東西呢 這個因為這個聖經說 我們的口是生言者的口 我們說什麼就成就什麼 所以我就抱著我的孩子 就開始在信心裡面宣告 我就說主啊 我就對著他講說 你是最乖的 你是最棒的 這一切都是假的 然後就開始很多很多的禱告 很多的禱告這樣 然後一直哭啊一直哭啊 那不想要禱告多久 然後後來他終於睡著了 那我就去睡覺了 反正這樣子大概有一兩個禮拜之久 他就是這樣 我就每一天到這個時間 我就說主啊感謝你 特別讓我這個時間來親近主 然後為他禱告 然後為招為禱告 然後操練在信心裡面宣告 所以後來我就摸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當你孩子在嬰幼兒的時候 有很多的狀況的時候 真的我們要在信心裡面說信心的話 有信心的傳輸 當我們照著我們的信心的話 在那裡宣告 在那裡傳輸的時候 這個有一些的東西 真的就要進到孩子的裡面 然後神要照著我們的話 也有成就 其實孩子他一定是這樣子 他一定說不要 不可能這樣 我覺得那個不用太去在意他人的情形 我自己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信息講到說 我們要有意向 所以這個第一個你要有意向 然後孩子進到你家裡面來 他是跟你生活 所以事實上呢 基督與照會是你的中心 沒有神才是你的中心 可是他是你的中心 所以我們不能夠被孩子拉過去 然後變成以他為中心 所以我都是把孩子帶進我的時間表 帶進我的這個 把他帶進我的照會生活 把他帶進我的事後 然後讓他進入我的照會生活 所以當他不要的時候 其實你不要去注意他的話 因為他可能是學習某一個階段 好像某一個階段什麼都講不要 那你根本不要去聽他那個要不要 這個可能要再問得更具體一點 才比較容易回答 打小孩 這個好 這個初信造就 晚上有一篇 就是說在主裡面怎麼樣管教 初信造就 這個尼利松寫了一篇 叫做《怎樣打小孩》 第一點呢 這個要怕打小孩 第二個要打小孩 然後第三個要怎麼樣打小孩 這個你們要去看那個父母篇的最後一段 這個我實行過 我那個老大他那個時候 大概四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會所正在改建 這個所以兒童聚會在我家 那家裡面都有那個客廳的這個高低櫃 那他就像猴子一樣 爬到那個高低櫃再給你跳下來 整個上午他就這樣子 在那裡殺野 然後那個去拿那個杯子 然後就在你面前讓你放掉這樣 啪這樣子 所以你又要顧孩子又要來清掃這樣 然後跑到陽台 我那時候住七樓 那陽台這個沒有鐵窗 他坐在陽台上面 你說他在騎嘛 那你再把他抓下來 然後又跑到這個洗衣機上面 然後在洗衣機上面跳 那你就看到一個人 這個到處這個 到處就是你在服飾嘛 他就到處這個一直要抓住你這樣子 那我都這個不動身子了 有沒有 就被他這個吸引離開 也不被他動怒這樣 然後整個上午結束之後呢 我弟兄回來了 我弟兄回來之後呢 我就說你現在也沒有空 你給我會十分鐘 我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情 那他就坐下來 然後我就把父母 初性造就父母篇 你弟兄講 我說你先把這一篇看完 我再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我弟兄父母篇呢 就講 第一個要怕打小孩 因為恐怕被我們打到火鍋裡去 然後第二個要打小 第三個要怎麼打小孩 結果他看完之後呢 我說好 那我就跟你講 今天你的兒子做了這件事 又做這件事 又做這件事 那你看怎麼辦 結果他就把兒子叫過來 他說這個 你今天有沒有在這個櫃子跳 有 會怎麼樣 會跌倒 會受傷 會流血 你今天有沒有拿杯子起來 放下去讓它破 有 會怎麼樣 會破掉 會流血都知道 全部都知道 那麼到陽台去 有 摔下去會死翹翹 全部都知道 他有沒有跳洗衣機 蓋子破掉 有 我們都有 然後爸爸就說好 做錯一件事情打一下 然後就把孩子的手臂這樣拉出來 然後拿一個這個 現在那個封針 不是說纖維那個很細嗎 哇很無力就打下去 一打下去一個痕出來了 哇孩子哭啊 慘叫啊這樣子 媽媽立刻心軟 打一下就夠了 然後爸爸說做錯一件事情打一下 然後痕跡這樣子 從此以後不敢再犯 卻入壞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教導孩子的時候 真的 第一個我們不要在怒氣裡面問家 然後我們要告訴他 他到底錯在哪裡 然後他知道在哪裡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要孩子一步到位 立刻馬上 我告訴你你就要學會 你就要懂 那你下次又不可以再犯了 你沒有給他一個時間 那神變化我們是用整個恩典時代來變化 我們如果一步到位 我們全部死 我們全部死在神的孩子 但是所以我們自己在 訓練我們的孩子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們不能夠一步到位 我們需要成全訓練他 那我就講我怎麼訓練我的孩子 第一個 第一個事情我做學習訓練 就是訓練他做的吃飯 因為我說前面我這個四年頒發吃家 然後這個我都很吃飯 不會帶 然後等到後來我開始檢視我的家庭生活 開始檢視我孩子的狀況的時候 我第一個訓練他就是坐著吃飯 然後讓我的家到底有一點點的規矩 的秩序這樣 那然後我怎麼訓練他 我就拿了一個這個理記本 然後我就寫上日期 那今天是8月16 8月16然後早餐 那我就把孩子找過來 這個只是你的早餐 從今天開始你要坐在這邊吃飯 如果你跑掉一下的話 那這個媽媽就會打你一下 那就問他為什麼要坐在這邊吃飯 求卿跟他有共同 那這個孩子就會講 坐在這邊吃飯才是乖孩子 坐在這邊吃飯呢東西才不會打翻 跑來跑去才不會跌倒 跑來跑去會跌倒 坐著才不會跌倒 然後媽媽才不會生氣 反正講很多全部都講出來 講完之後說好 那我們就約定現在坐在這邊吃飯 可是呢這個 如果你跑掉的話媽媽就會打一下 結果你猜會不會跑掉 一定會 他跑掉然後就叫回來 媽媽說要坐著吃飯來手伸出來 沒有情緒沒有怒氣 只有照著約點打一下 然後就在那個早餐裡面畫一行 然後又再跑掉又再叫回來 再畫一行 結果一個上午你知道打幾下 打八下 就畫了一個這個正字再三文這樣 然後到了中午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像這個摩西重生律法 就開始在講 欸要坐著吃飯 為什麼怎麼樣 重生 讓他這個東西讓他進到裡面去 結果他會跑掉 會 然後跑掉幾次 跑掉五次 然後我就說哇 你太厲害了 早餐 中餐 你就已經進度三下了 你早上被打八下 你中午才被打五下 你看我們是把一種的管教 從一種消極的東西 帶到正面機子 然後你給他一個暗示說你做得到 你可以的 而且你也很棒 那通常我們的管教都是告訴他 那當然是輕輕打啦 對 因為這個只是跟他的約定 對 那那個不像那個爸爸 那個爸爸真的太可怕了 然後到了晚上呢 就再約定 再講 結果到晚上就三下 然後你看孩子從早到晚 他是進步五下 那通常的管教呢 都給孩子一種感覺 就是你很差 你做不到 你很爛 你不聽話 但是我們需要把這種情形 把它轉變為正面機子 告訴他你可以的 你做得很好的 而且你進步了 你真的進步了 你看你早上被打八下 你晚上被打三下 你進步五下 那他會不會改過來 他一定會改過來 然後三天以後他就改過來 然後從此以後就做了吃飯 當然老三我就不犯這個錯誤了 老三我從一開始就叫他做了吃飯 所以老三我從六個月 這個七座八行 然後我從七 他開始會做的時候 我就罰座 罰座十秒 所以有一個罰座角落 他做錯的就是立刻抓到美女 不可以 那很多姊妹呢 這個不可以跟這個可以呢 生掉是一樣的 所以那個孩子呢分不清楚 因為我們常常講說 不可以這樣子喔 可以這樣子喔 那個孩子怎麼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有一個固定的想說 抓到那邊去 然後十秒鐘 復刑 然後 孩子嚇到了 然後完了之後 我才修了 還不來聽媽媽的話 還沒有做 所以他 他後來到一個屁股 他整個幼兒的時期 他可以整個主日巡會 坐在他的車上 然後他的主日巡會 甚至於他幼兒的時期 你可以畫一個圈 叫他站在裡面 因為他懂得你跟他的約定 因為他懂得你跟他的約定 那青少年就不能這樣 青少年這樣也沒有用 但是你有一些東西 你會進到他的裡面去 嗯 我不曉得 優姊妹對這個有沒有 比較清楚 這個 你要這個管教 一定要把他從消極的感覺 帶到積極正面的肯定 給他一個感覺是 你可以的 而且你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事實上你已經做到了 我覺得我們的傳書 他是會在裡面產生出來的 所以這個就看你在陪伴他的時候 你怎麼帶他怎麼傳書 像台北二公主 有一個兄姊妹 我看姊妹可能也認識她 她就陪伴她的孫子 她從她孫子很小的時候 就陪伴她 甚至在她母婦裡面 她就陪著那個孩子呼求主 因為她的女兒在青少年的時候 就離開照會 等到懷孕的時候 她女兒知道說 我現在有了孩子了 我的孩子一定要帶到照會裡面來 所以那個媽媽就藉著這樣子 去陪伴那個孫子 然後把女兒帶回來 然後她從那個孩子一出來 就開始帶著她的女兒出來 我常常的禱告 然後常常帶著孩子呼出來 也有一次那個孩子 在嬰兒床上面 都還一歲多 都還沒有很大 然後你就遠遠聽到那個孩子在呼求 這樣喔喔 然後結果 就覺得這個孫子 也去看了原來是那個男子 然後喝到這個呼求 所以其實孩子他會在那個孫子 他裡面有 他真的會去經歷這段事 然後他也帶著這個孩子 這個禱告啊 然後呼求 然後也傳福音啊 我覺得那個孩子坐了計程車 也會跟這個計程車傳福音 然後這個到了鄉下 然後回鄉下這個爸爸媽媽家 然後到那個什麼土地公廟啊 然後旁邊有大樹啊 他也搞不清楚那邊那個情形 他就說哇這裡真好耶 很適合超列明耶 然後又帶著那個媽媽在那裡大聲呼求主名這樣子 他覺得那邊又有大樹又很安靜 很適合超列明耶 那我個人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過程我們負責傳說 當我們在林裡撒種 我們在生命撒種 他是會長出來的 他是會長出來的 他這個一點一滴他會長出來的 還有你在生活裡面 你合適的教導和步道他 那他真的會是會長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孩子還小 這個他是需要獎勵 所以如果說我們就說跟他講說 你以後會有這個國度的獎勵 你以後會有西面路撒冷作為你的獎賞 這個對他們來講就很特別 可能他們這個獎勵還不如你給他一顆卡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在生活裡面 我是有很多的獎勵 所以早上我講完 我有這個執事生制度 就一個一三五一個二四六 然後執事生有特別的這個權利 可以選擇護士可以選擇卡路 然後晚上還可以先選護士書 甚至於晚上可以這個媽媽先抱他 或怎麼樣這樣 但是他們都有獎勵 所以我有一個抽屜是獎勵抽屜這樣 然後這個我到禮拜天晚上 跟孩子侍奉交通 然後我們就會談獎勵 就是說如果執事生那天做完 要有什麼獎勵 他們的那個想法很特別 他們的獎勵有些時候是要一個蔓頭豬 有時候是要賣張熬的冰淇淋這樣子 然後這個有時候是要紅豆瓶 所以我們的主日交通 那個侍奉交通 我們就會把下個禮拜的獎勵都排進去 然後他們週中會有貼點點 會有蓋章 或者發獎卡 這個東西我都是交換的用的 那他們就會去收集他們的點點 然後他們會去開那個獎勵抽屜 然後會想說我今天手上我只有十個點 那我怎麼去換那個獎勵 他有些東西是他很想要 他就要忍耐 所以你就知道他學習要等候 沒有辦法一下子 因為他如果換掉他就沒了 可是他又很想要 所以他可能就拿兩個點去換一顆糖 可是後來他發現他這樣子 他就不能夠累積到比較多的點 然後拿到比較好的獎勵 所以他就會忍耐 他就會約束他自己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在過程陪伴他們的時候 你需要給他們有很多的獎勵 所以當你帶著孩子出去的時候 他們可能要買這個買那個的時候 你給他一個範圍 然後你告訴他你不能當下使用 這個是回去獎勵 那我們要討論這個要多少才可以得到這個獎勵 那這樣子你慢慢你的孩子 就會照著你所看望的 然後達到他們說 說你要長的那個點 可是我再講一下 之前也用過那個點點 然後他操練這個 結果 用半點他就說 我不要黃點點我要媽媽就好 因為他真的很小 他真的很小 他真的很小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那個點點對他來講 還產生不了什麼作用 大概差不多到上了幼稚園 他們才會比較懂這個東西 他講的沒有錯 他這個時候真的要媽媽 我覺得這方面我們還蠻開心的 可是後面有一點憂憂 就是說 好像別人說他變成一種 學一個動作 學一個知識觀 學一個動作 學一個知識觀 然後會吃飯前都會倒高 他會沒有理會 然後洗的 所以 就沒關係 反正他行事到後來 他就會變成主觀的東西 然後如果他不可能倒高 你就說沒關係 那爸爸會一點倒高 只要你自己不是在行事裡面 才會不會去行事 如果你自己 如果我們做父母 只是在很應付的行事裡面的倒高 那他還是會懂 會知道你什麼 但是我們是真心在陪伴 可能他從兩歲到三歲 祷告都同樣一句話也沒關係 這個我已經忘記 我那孩子他們都是這樣子 一路都是只祷告一句話 到後來我們都會背了 他的祷告一定是那一句話 對 其實我覺得有祷告就好 就是你開他的口 因為這個 應該是佛馬書是不是 他說 如果不是在你裡面 沒有人會說主耶穌 所以你要 我們要有一種的信心 當我們的孩子說主耶穌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在動他的臉 幫助他回到臉裡面 那你慢慢的 他從外面的這個東西 漸漸變成他的習慣 以後這個會影響到他裡面 他的那個客觀就會變成主觀 只要我們不是在律法的裡面 你知道什麼叫律法嗎 律法就比如說 剛剛我講那個兒童牌對不對 他一進來就說 我最討厭誰 我最討厭誰 那我們什麼叫在律法 我們就會跟他講說 欸不行喔 我們要做主的乖小羊喔 我們要愛主喔 欸這怎麼會是律法 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給他一種的律法 給他一個難當的惡 然後把他裡面的感覺把它壓下去 那我就說有一次我那個孩子 我那個老大一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因為我實行兒童牌 然後陪他一段時間 他一直在進步 有一天他早上起來的時候吃早餐 然後那個月是我弟兄去菲律賓開展就不在 然後他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他說媽媽我以後我一定會下火鍋 我說為什麼你會下火鍋 他說你看我這麼快 我會惹你生氣 然後我會打弟弟 然後我又會亂丟東西 我又亂發脾氣 你知道我們其實我們很容易在律法 什麼叫做在律法 在律法就是你會跟他講說 啊不行喔 我們要愛主喔 我們要愛弟弟喔 我們要聽父母的話 你把這些東西做到律法裡面去 那我當下我就不這樣反應 我就告訴他說 你惹媽媽生氣 你打弟弟 你會下火鍋 你做很多的壞事 我說媽也一樣耶 然後他說媽你不是什麼都對嗎 我說沒有啊 你看我會這個 我會跟你爸嘲笑 然後呢我也會打你 然後我開車還會闖一燈 那我孩子就問我說媽 那我們該怎麼辦 他說我們喔 他說我們該怎麼辦 他不是說我該怎麼辦 他說我們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跟他一同操入 那我就說做錯事 不是那麼要緊 做外事好不好 這個也不是那麼要緊 最要緊的是就是你不肯悔改轉向主 所以他當下聽完那個話 他頭就低下來 他說主啊求你赦免我 你說我們這樣子是把孩子帶到生命裡面 還是把他帶到形式裡面 對我們把他帶到生命的裡面 所以還是他就會從生命裡面去反應 但是你知道如果說今天我們把他帶到律法裡面 其實我們就是把難當的惡放在他的身上 其實你自己也做不到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在過程中跟我們的孩子一同操練 一同在這個生命裡面來操練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他帶到這個生命裡面 把他帶到這個主觀的經理裡面 就不會只是在外面的形式裡面 如果今天你都是一個做父親的話 你什麼都對 你什麼都做得很好 就是你這個妹妹你這個這樣搞到不對 你那樣搞到不對 你真的像法利賽人耶 你懂我意思嗎 你就給他很多的標準 很多的台階 他根本上不了 他根本達不到 夠不上你那個標準 但是你若是像我們這位神一樣 我們這位神是怎樣 神要成為人 會要使人成為神 有他的生命和性情 所以他是從他的寶座下來 降到人的水平 但是他降到人的水平之後 他又沒有說好像跟人一樣的墮落 他反而他有一個目的 他是要把生命和性情帶給他 所以我們在過程裡面 我們需要這樣子 我們需要降到孩子的水平 但是我們今天我們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把神給他 讓他有神的生命和神的性情 讓他能夠彰性 所以我們自己在這個過程裡面也是這樣 懂我意思嗎 所以其實我們所讀的真理 是可以應用到我們的生活裡面 可以應用到我們在陪伴孩子的世上 就是我們一直要操練 從生命裡面來反應 這樣子我們的孩子 就不會成為一個形式的操練 也不會成為先級的知識 所以我不是說這個 我孩子今天早上不是講說 他在那個被吐口水嗎 對 那後來在國外又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一次跟我說 媽媽我要一個遙控汽車 那我說我就說我不會買給你 因為我覺得你的玩具已經夠了 不過你可以禱告 因為我不知道主耶穌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這樣跟他講 我說不過你可以禱告 我不知道主的意思是怎麼樣 他說你不給我我也不禱告 好那沒有問題 那他不禱告那我們就為他禱告了 比如說主啊他要一個人要共青生 所以你看他在這個世上有機會 欸隔一段時間之後 美國有一個弟兄他在這個 Santacrala那個 他們那個倉庫啊 那個系國啊 他們那個倉庫年終 輕倉庫很多的養品玩具 然後他就這個年假的時候 就到俄國來看望這個俄國同工 然後就到這個辦公室 就拿了這個name list 然後就指定說這個玩具給誰 這個玩具給誰這樣子 那我弟兄都不知道 我們我跟孩子之間的這個故事 他就拿了兩個玩具回來 然後就說 Zayan你的遙控汽車 然後弟弟你的消防車 這樣子 然後我那兒子他用那個遙控汽車 嚇到那邊說 哇就你賬給我 我有點不是泰山 嗯 國大 國大的時候 喔那個時候 兩年級 二年級 我在二國 他是醫生二的時候去二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在過程中 一直陪孩子 對這位神言主婚的親戀 所以當他長長長 長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五年級我們就從那個俄國回合 然後我去禱告聚會合理 有一次他就坐在客廳沙發上非常的沮喪 然後就跟我說媽你一定要赦免我 你一定要赦免我 你說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你去禱告聚會的時候我常常偷看電視 他裡面就有感覺 然後這個我在裡面有責備 那你看這位神就對他成為一種主觀的神 就不是客觀的神 他在過程中他就一直在那個過程中 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長到現在你知道我那個孩子 我那個老大生命有狀況 然後他到高中的時候他像正結一樣 他在聯絡書上寫說他要殺全班 所以你知道孩子他整個過程 你小時候那樣陪然後你到高中你到國中 結果你知道因為他有照會生活 因為他有同伴 所以他其實這些東西對他都不會產生影響 然後我們也懂他的事 結果他那個班上的同學也就說 欸 你要殺我 欸 你不要殺我啦 你殺他啦 請殺他啦這樣 然後到教會裡面來 他有會把他的心情注視 跟他小孩裡面的電話指望 然後最重的我們也理解他 那你說你的孩子會向正結去殺人嗎 不會 不會 他這個口出豪語但是他不敢做 因為他裡頭他說媽 這位神在我裡面真的有很強的憋屬 雖然我裡面有很多的東西在那裡交戰 但是我不敢 我不敢越過這個心 所以神就成為他最大的保護 所以我想這個這個心手的話 這個注意孩子的靈魂節 然後在這個靈裡面來餵養孩子 操練把孩子帶到你的心情 然後你的口要說恩免 要說心情無法 然後你要成為那個孩子 跟弟兄和平的連結 不要在他們中間製造成 然後你要享受這段愛我 這段孩子這個甜美的時間 這個我個人是非常享受 我帶那個孩子的那個時間 所以我們在一起是非常很快的 在他特別在他幼兒那段時間 我覺得在我的裡面 我到現在都還在做夢 因為心臟還更快 我到現在還在做夢 夢見他那個幼兒的甜美的時候 像又有騎摩托車載他 他說媽我要吃冰淇淋 然後我就跟他拼動 我說冰淇淋你要吃冰淇淋 我很熱啊我要吃冰淇淋 我說你很熱 那我就把你放冰箱就好了 他說不行啊 那我尿尿怎麼辦 我說不用尿啊 因為尿都冰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在故事裡面 就笑啊笑啊笑 笑到後來就 欸怎麼冰淇淋又忘記了 結果你跟他拼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時間 譬如說我陪他背這個 嗯 德林多是不是 我今天初出我都忘記了 什麼在此沒有西利尼人 沒有法外人 沒有西虎吉人 沒有知道只有這個基督是一切又在一起切齒 那孩子不懂啊 不懂什麼西利尼人 不懂什麼法外人 那我就說啊在此沒有饅頭 沒有包子 沒有算帳 然後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你吃包子就是吃基督 你吃飯也是吃基督 然後那個孩子就哈哈哈哈 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所以我們那個過的那個導徒啊 就變得非常的愉快 然後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陪他們那個陪老三 因為他像獨生子一樣 各各都離開 陪他從馬太福音開始 每一天一章 我們讀到這個非常愉快 每天就讀一章 那這個我們有個約定就是 人名跟地名就是英文 然後其他呢就讀中文的 結果讀讀讀讀讀到後來 那個猶太人就變成果之人 因為是Juice 那結果你知道嗎 你這樣陪伴他的過程真的很奇妙啊 他那時候想 我覺得三年幾年還是四年 我們讀到這個史圖行傳 他讀最後一節 他就跟我說欸媽 這幾點書很奇怪欸 這幾點書沒有結束欸 哇我就很訝異 我說這個不是新書我阿姨 都會講的 我才知道他沒有結束 我說媽他讀那麼多 都不知道他沒有結束 然後又繼續讀那麼多 因為我們看那個中英對照 他那個小孩子的觀察 真的是很讓你出乎意料之外 我說媽這個S是大型 然後那個S是小型 哇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說這個大型的S呢 Spirit是神的靈 然後這個小型的Spirit呢 是人的靈 哇那個小孩子那個物性 那個屬靈的東西在他裡面 我都非常的讚好 所以我覺得 你孩子真的是一件 非常愉快喜樂的事情 所以這個新手媽媽 你要調整你的心情 你要享受這一段育兒的快樂習慣 這個家裡有兩個小孩 這個常常會媽媽覺得不知所措 那我是覺得我們要把這個交點放在老大 我們不能不把交點放在老人 因為這個我們如果把老大帶著這個老人 他會跟著上來 那因為小孩他比較小 其實只要注意他安全就好 可是老大呢 因為有老二出來 你要顧到他心裡怎樣 因為他心裡上面呢 他說不出來 但是他會有一種的表現 所以我是覺得 更多的時候 你要注意在老大身上 好好 感謝祖方 祖祝福大家 我愛你 從來立想後 來說也深深愛你 也深深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